尊敬的 我们学离 尊敬的 尊敬的 这位同修 这位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借大家 这个 共修的时间 来跟大家 也借这个姻缘 来跟大家互相鼓励 今天 也是我们 佛教的中原 在这个一般我们学离 都会伴佛妻 几般这个三十心念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个因缘 没有具足 听说我们学离 这个封城已经两个月了 疫情有没有改善呢 但没有改善 天天的增加 甚至于师父有时候 要出去 这个 丢垃圾 都要戴口罩 所以 说明这个疫情 传得很严重 有一次师父 要丢垃圾的时候 就是要把这个垃圾桶 因为政府要来收 对面的人看到我戴口罩 都像了 像我戴口罩 只是丢个垃圾而已 为什么要戴口罩 规矩就是规矩 今天 为什么全世界这个疫情 没办法控制下来 因为人不守规矩 不听话 一个国家 如果人民不听话 不守规矩 这个国家不是要完了吗 一个家庭 不守家规 这个家庭 不是要完了吗 一个道场也是一样 没有规矩 这个道场都是会烂掉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今天呢 我就借这个音源来 跟大家讲讲话 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 很不安定 很难教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人都不听话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念佛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一些人念佛 会得力 为什么念佛 有一些人不能得力 原因在哪里 关键不是在外头 关键不是在外头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不论世间法 不论在佛法 成败 最重要的不是外头 最重要的 关键在我们自己本身 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 处世待人节目 遇到一些逆境 可能人家来批评我们 毁谤我们 甚至于来伤害 用一些态度 不吉祥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今天如果你能够有修养 你能够有修行 外面的这些境界 不会被来干扰你 而且你能够用你的修养 来转这个境界 把这个烦恼成福体 所以修行最主要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讲经 说法2500年前 这个佛法最主要不是对外的 是对内 对我们自己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在这部无量所经 而所说的一切法 也不是对外 是对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任何 什么样的境界 最主要的不是在外头 在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真正去修行 真正修行的人 什么样的境界 对他来讲 都是一种考验 就是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像师父有认识一个居士 有一位夫人 已经十几年了 他有一天呢 我看到他被一个 很 就是说 有一个人来对他 来骂他 批评他 侮辱他 甚至用一些很伤的 一些语言 来讲他 我亲眼看到的 我问这位居士 我问这位夫人 你会不会恨他呢 那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的情形 你会不会恨他呢 讲实话 人家骂你 人家批评你 讲话讲得很难听 正气来伤害你 你不会难过 你会不会伤心 你不会恨他 如果你会恨他 说明你的念佛功夫不得理了 但是这位夫人 我问她的时候 这个是事实 我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这个我们 借这个功修的时间 半个钟头来跟大家 互相鼓励 这位夫人呢 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师父啊 我不但不恨他 我要感恩他 为什么呢 他来成就我 他来成就我的人 如果今天我来报福 我来骂他 来伤害他 那我跟他有什么区别呢 我有跟他有什么两样 我们学佛的人不是这个样的 学佛的人最主要就讲什么 讲修行 你有没有真修行 你有没有真念佛 这句名号容易啊 不用去背他 你能够顺口念出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没有真念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会修行 不会修行的人 每天都被这个境界而所转 会修行的人 每天都转境界的 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 因为我认识这位夫人 已经十几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这一生出家二十几年 没有看过 有这样的人 包括出家人 我唯独看到一位 他有这种的修为 说明什么 说明他懂得佛法 他已经听懂 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年所说的法 他听懂 我们有没有听懂 佛也照样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脾气照样 喜气照来 所以 很多事情 主要同修 只有经过修行 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只有真正的修行 你才能够将来 往生西方净土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缘而已 修一点福报而已 真正了生死 我们已经没办法达到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聚会 一起来念佛 最主要是什么 今天不是告诉我们吗 诸善善人 聚会一处 我们亲见阿弥陀佛 我们目的最大的 就是要往生西方净土 首先 你是不是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你能够标准 经典里面所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世界才有你的分 不然的话 没得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缘 修点福报 真正了生死 只有功德 才能够帮助我们 了生死的 这个功德 又从哪里修 从自己 所以 我们要多磨练 去磨练心 所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也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谁一样 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心 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愿 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要把你的心像水一样 我们不是供一杯水吗 水的代表是什么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你要跟这个水一样 天天培养你的清净心 我今天念佛 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因为清净心才能够带来幸福 因为清净心才能够带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 因为清净心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的 只要你还有一丝毫 对世间的留恋 的执着 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就是修福报而已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很佩服 我很赞叹这位居士 他真的已经听懂了 释迦摩尼佛所说得法 他已经听懂 我们现在每天读经 有没有听懂 不知道 我们天天念佛 有没有听懂 我也不知道 就是互相鼓励的 互相鼓励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不是对外 是对我们自己 怎么样来培养自己的得恨 这个简单 来为大家讲讲话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们没办法聚会 有一段时间 有没有办法 跟大家一起来共修 借这个网路 这个姻缘 我就来跟大家 这样讲话 那这一次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郑总给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深信 最主要是讲真信 这个信有假有真的 真信 你又真信 事实不退 是讲真愿 你有切愿 就是你要有利行 有利行 你才懂得去努力修行 念佛才能够达到目的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我念佛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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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能够分享 把你们的心 把你们的心想出来 我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我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搞清楚 搞明白 你就念佛就容易精进 不容易懈怠 这个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 像前两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问师父 我为什么念佛 进得退得多呢 我说很正常 不但你自己有这种的信向 师父也是也有 有时候我们会退步的 那你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的现象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懒散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退步 都有这种的现象 很正常 不用挤 你看释迦牟尼佛 你看阿弥陀佛 法藏比丘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是经过很多磨难 很多挫折 但是他的心只有一个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众生 帮助死方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因为他的这个志向 才有今天西方极德世界 才会有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后 功德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个志向 让他勇猛静静的 但是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 释迦牟尼佛经过很多的磨难 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难 才会有今天事件在印度成佛 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你看我们净土中的这些祖师大德 也是一样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难 才有今天成为我们的祖师大德 所以我们不用退些 没关系 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这个样的 没有一个好的善自私 没有一个统参道友 没有一个好环境 让我们一起能够互相鼓励 互相努力 互相来修行 互相来静静自己 互相来提醒自己 很正常 但是关键我们一定要知道 无论如何这个环境 我的目标就是要了生死 所以我们反复 为什么每天要念佛 每天要读经 每天要听经 没有别的 你看无量寿经 在第37品部 这讲得很清楚 你在这个环境修行 一天同就 超过无量寿国 为三百岁 一百年 说明这个环境不容易修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关键 就是要事实退 你要真愿 你要窃愿 有窃愿 你才能够立行 有立行 才能够懂得去修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会统修大德 人生无常 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净土无比殊胜的法门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 五量节以来 我们所修学的福报 上根福德 已经很深厚 所以这一生又遇到 那这一生遇到我们怎么样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失去这个机会 这个人生很苦的 连我自己这么年轻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我相信你们也会跟我了解这个道理吧 你看哪一个世间在这个世上 真正是属于是我们的是哪一个 没有的 不要说外面的身外之物 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也不是我们的 你在执着什么 故意执着什么 该放下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懂得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你把这个目标搞清楚 你就懂得去努力了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只是在修福报 修福德 增加的福德 消业障 消除一些 我们这个所讲的 忏悔业障这些 那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没什么特色 这个法门没什么特色 因为你要修这样福报 消灾 免难 增加你这个福德 你可以不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念地藏王菩萨 你可以念文书斯利菩萨 你可以念普玄菩萨 没什么特色 但是如果今天 以了生死这个角色来看 这个角度来看 那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我们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那了生死 用什么方法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生 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 先跟大家分享 有两条路 你可以选择 看大家的能力 看大家的上本 说实在 今天 真正要 教导众生 要生死不容易了 真的很难 像前几天 我为一个护法 我为他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师父 西方极乐世界固然是好 但是我这个环境也不错 而你孝顺 太太又这么好 哎呀 舍不得 你看 你看 所以很难 现在真的很难 所以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就是说 你自己有能力 断货 就是把你的烦恼断货了 过来正过 这个断货正过 就是以禅宗里面 我们所讲的 就是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等于就是破了 无名 这个破无名 这个破无名 建法身 我们讲的 法身大事的身份 所谓的 打破了我们 武量节以来的 这些无名 这些烦恼 生死自然就了 但是你想一想 心见性大策大策刀很难 我们不是上上根之人 我们是属于下下根的 我们没办法 没有这个机会 也使今来不及了 师父用一个比喻了 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下面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就是要至少要断三界 八十八品建火断尽了 你才能够有机会 处理三界 了脱生死轮回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八十八品烦恼建火 你断尽了 你真的处理流道轮回 处理三界了 行吗 八十八品建火断尽了 不可能啊 太难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 五亮节以来 走了这么一条冤枉的路 成佛以后才为我们介绍 告诉我们 不要走他老人家的一个歪路 旧的路 所以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给我们 是什么呢 第二个 给大家看 下面的那一章 对 第二个就是求生净土 就是今天我们念佛的 但是啊 尊敬的 作为统修大德 求生净土 它有一个原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像今天我们念佛的 后面就是讲的 这四个字刚才说面的 是什么呢 事实不退 只要你有这种能耐 只要你有这种坚定的意志 像法杖比丘 无论他在这个修行当中 他没有一范的风顺 虽然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磨难 但是他的志向 他的意志 你看哦 他的意志 坚固不退 我给大家看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坚固不退那种心态 像法杖比丘 那往生就一如凡场 所谓的万修 万零去老 只要你有这样的意志 你相信自己 你一定要相信 我会成就 我会像阿弥陀佛 我会像祖师大德那样 将来我必须会成就的 没有一件事能够来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 妨碍我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能力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你要相信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干扰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障碍我们的 但是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看下面的哪一张 如果你今天念佛念得很好 像这一类人很多 很多人念佛念得很好 而且从念佛得定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愿力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种力道不够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留生事 真的 今天你念佛念得多好 哪怕是从这个念佛 你能够功夫非常的不错 但是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种力道 不过 那个愿力 不是切愿的话 你念佛没办法往生 像刚才我讲的 我为一位居士讲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的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为他介绍 但是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们这个环境也不错啊 没办法呀 你还执着这个环境 也没办法 所以往生 关键不是在别人 在你自己本身 你有没有放下 而这个放下 从我们的心里面去放下 很多人就是束缚这一点 很难 真的 真的很难 所以呢 这个事实不退啊 就是我们了生事的关键 这个我们道理一定要知道 那关键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是五上人 那我们看下面 那一章 最后的一章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在讲经当中 常常提醒我们 常常劝导我们 既然要念佛了 那要用功了身事 我们要发决定的心 没有任何疑虑 怀疑 事实不对 身心净土 要发这个愿 我们只要是 我们只要一句阿弥陀佛 老实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求神通 也不求保应 也不求感应 到时候你就自然 有道俱成了 这个道理 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 那要怎么样能够 身心净土 事实不退呢 要如何真心 雀怨 然后立行 而修行 得到我们达到的目标呢 而我们念佛的目标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刚才已经大家 为大家说明 那要如何 来事实不对 如何 来身心净土 这个事情 我们就留下 下个星期跟大家分享 今天 就简单跟大家 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祝大家 老实念佛 虽然这个疫情 也不是很稳定 我们用我们的真心 用我们的真实心 来供养化解这个疫情 能够早日化解 最重要佛法里面讲的 尽心俊力功德 就是圆满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有缘 我们再聚会一处 在我们的雪梨 金钟学会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有这么好的一个道场 那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做生死信念 一起来八观灾戒 一起来受戒 祝大家六十极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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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怎么样 谢谢 gracias 摇助 ächster largest 谢谢大家